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这个议程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Java 我们都是写Java的嘛 怎么在Java中 来跟Kubernetes互动 来操控它 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开始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右边这个QR Code 如果对今天头影片有兴趣的 可以扫一下 那我等一下会带大家 连进去看一下 去哪边看今天的头影片 基本上它就是我左边这个link 是我的GitHub的link 那关于我的一些联络的方式 email啊 或是一些社群的账号 上面其实都有 还有一些我过去的一些 演讲的一些头影片 那下面是我的email 也可以直接寄email来 那我现在在宋林科技 担任这个研发工程师 主要是处理一些 比较架构性的问题 然后协助我们的客户 做一些资讯的转型 导入这个容器化 微服务化 那如果你扫了这个link以后呢 你可以点进去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进去 我已经上传到了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看 今天所有的头影片 好 那我们就继续 那今天的过程呢 其实不会 就是整个深度不会很难 但是会有一些 一些需求 首先你会 因为我们是Java嘛 当然你今天必须要会写Java 那我今天例子 我会举在Spring上面 那可能会需要一些 用过Spring的经验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去跟K8S互动 所以你一定也要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在 所谓的基本大概就是 你有操作过这个官方的 Hello World 部署一个Hello World的container 大概就可以了 那不要完全就是没有听过的 那可能会稍微吃力一点 那第三个 因为我们过程中 可能都会用到一些YAML 去做一些设定 所以可能你要会看得懂 大概只需要这三个 那首先在开始前 我觉得 就是说大家听完这个 也许就 原来我们有这样的方式 就可能就会很急 很回去就想要导入 在我们的一般的 可能一个业务系统中 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开始 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大家要放在心上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跟这个Kubernetes互动 那依照我们公司 大概这三四年来 慢慢把我们的一些 过去的系统容器化 为服务化 搬到Kubernetes上的时候 其实整个发展的趋势是 我们的城市 其实是越来越不认识 这个平台 比如说举几个例子 过去我们Java 如果你还State Alone 不属在一个Timecare 或是一个HT 你不属在一个Server上面的话 你可能你的log 就是写档案 输出档案 然后固定时间做rolling 可能做压缩 需要掉log的时候 就连进去拿 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在容器化的过程中 你的机制没有改变的话 你就会需要一个PV 你需要一个Storage 你就会依赖了这个container 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些机制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也许我们 我们在想要容器化的过程中 我们当然是想要 享有一些好处嘛 不外乎大家耳熟能详 大家已经听过非常多 我可以很容易的 开多份多个instance 我们去replica这些 我们的城市 那如果我还有这些额外的依赖 可能会让这件事情 在流浪进来的时候 我们想要去开大我们的这个replica的时候 会有一些困难 那所以也许我们放到了这个kubernetes中 我们就不再写这个档案了 我们转而变成 一开始我们公司用的是ELK 放了一个ELK在这个kubernetes里面 我们的log呢 打到这个中心的这个loadstage去 让它收走 但是我们慢慢发现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依赖了一个loadstage 这种有中心收log的机制 所以我们后来慢慢的呢 也转向了efk 我们的城市 一直去写到了 是standard out 那这个东西背后 有一个机制 让这个frandi 去把你的log趴温趴中 那这样还有一个 除了刚刚举的例子 还有一些好处啦 就除了你的这个replica的这个过程 会比较顺利以外 我们的城市呢 如果不认识这些平台的机制 其实是比较好翻译的 今天我想要部署在任何一个 container平台的环境 其实是比较好移植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要问一下 不是说一定要有 我们有了这个方法 就一定要采用 你的情境是什么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那我分享一下我们公司 后来这一件事情 我们有几个使用情境 那第一个呢 大概就是 我们的我们公司内部 有一个我们内建的 Kubernetes的平台 提供了我们公司 大大小小专案的一个 开发环境 车子环境 所以上面的资源 工程师常常上去 部署一些东西 Namespace就会去开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可能当我们可以 listen一些状态 有人开了一个 Namespace以后 背后有些东西 我们先配置好 我们有我们的城市 我们可以去控制一些 我们其他熟悉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 Namespace被开起来 我们公司的 Rigid去可能是一个 Hubber 可能是要有一些 有一些secrets 我们要先设定 我们可以把它建起来 那对应的PV 先去把它建起来 实在是第一个使用场景 或是做一些Housekeeping 有些PV PVC 在这些专案测试完下来了以后 就再也没人去理会了 那我们背后 慢慢的去把它回收掉 去把它删掉 那如果是我们业务场景的话 可能我们有一些 背景的需求 一些排成 或是一些 比如说 做一些运算 跟主流程 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也可以 寻找一个Job出去 然后让它在背后 慢慢去帮我们 做完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使用场景 OK 好 那在开始前呢 所以 所以我们还是要 现在来科普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入 到底我们怎么来控制 这个Kubernetes 所以我们稍微 跟大家软身一下 科普一下整个 以高阶的角度 来看一下Kubernetes的架构 所以从这张图来看 黄色的这几个 大概都是主要的 Kubernetes的这些元件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线 大概都集中在 某一个格子吗 大概就是 右上角这一个 黄色的这个格子 API Server 因为在Kubernetes里面呢 它就像一个心脏一样 或是你说 它是像一个大脑一样 都可以 所有人都是跟它沟通 它提供了Restful的API 所以呢 包含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操作的使用者 你在这个Cluster外 你下的一些Kubectl 你下的一些Command 其实也是透过 这个API Server 用Restful跟这个API Server 来沟通 然后呢 它在帮你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 我们整个架构 现在 其实目标很明确 我们要做的 就是 我们写一个我们的APP 我们会把它部署在 Kubernetes的重击中 然后这个APP呢 也会去跟这个API Server沟通 比如说 今天的一个场景 今天我会实际上demo 大概是后半段 大概都会实际上来写程式 最后也会把这个demo放到网路上提供给大家 大家回去想要玩的话也可以直接check out出来 那我们会直接呢 跟API Server部署一个我们的POD 所以我们会 在这个地方把我们POD开出来 那我们的POD呢 可能很简单 里面可能就是应个hello 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我们怎么来收集这个POD的资讯 看我们想看的资讯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大概是今天 整个简报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回去啊 你也想要做的话 我们local环境就推荐MiniCube 或是说 比如说可能你的公司 也有一个内建的KBIS KBIS的cluster 那其实也是可以来用 那如果你今天要用MiniCube的话 首先你还是要先装DAC 所以呢 如果你这两个DAC跟MiniCube都装好以后 你可以很容易的下这个指令 就把它启动 所以我们现在来把它启动 好 那我们在它跑的过程中 我们先让它跑 那你的MiniCube启动了以后 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你可能会在Logo 你想要测试 那你的MiniCube 如果你想要拉到你本机 已经包好的这个Image 你可能要下第二个指令 下下去了以后 你就可以部署一个 存在你LocalDAC 下面的这个一个MiniCube 所以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稍微等它一下 我们的MiniCube开好了 那在我们这个MiniCube开起来以后呢 你的预设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个 我的这个Terminal呢 我把我现在的这个 我的目标 我的CubeCTL连线的这个目标的这个 这个Cluster 还有我现在的这个Lenspace 印出来 所以现在我下指令 都会在这个MiniCube 然后对这个Lenspace来操作 所以我们把它刚 我们再来贴一下 我们把这一行贴上去 下完了以后 接下来 我接下来部署 就可以直接包版在我的 我的LocalDAC 我就可以来对它来测试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今天我们用到的是Spring Boot 那我这边留了一个连结 基本上它就会连到 这个Spring的这个Initializer 那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 直接下载 那我今天早上 我已经先准备好了 我就早上去抓的 这个2.5.7 好像是昨天还是什么时候 才先出的 已经先抓好了 我们大概会用到 这几个Dependency 我们大概就只会用到Wave 因为我们部署进去了以后 我们会提供一个简单的Raceful API 那方便我们来测试 然后LongBook 方便我们开发 DevTools也是一样 方便我们开发重新整 不用每次都会开Server 用的版本是2.5.7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下这个指令 你就可以抓到所有 这一次会用到的 Spring相关的 这些Dependency 好 那 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一个 主要 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一个Client 等一下我们会再介绍它一样 所以当你准备好 你的Spring的App了 以后呢 在你的Pone.xml 加上这一个 那推荐大概也是把这个 这一个Swag UI也加上去 方便我们等一下有一个UI 让我们来打这些Raceful的API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 把它放大 自放大一点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Pone 这个Pone 用到的是Spring 2.5.7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放了这个Web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今天就是会用这一个Kubernetes Client 来跟那个API Spring沟通 好 放了一个UI 好 下面就是一些开发工具 好 开发用到的一些图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Source下呢 好 我大概做了这两个设定 那这个是Optional的 没有一定要 第一个呢 就是把我们的Swag UI 转到这个Root上面 我们等一下URL就不用去记 后面还有什么Path 那第二个呢 如果等一下发生任何错误 就把它印出来 直接输出到这个页面 好 那我们的这个Main Class里面呢 我们还是一样保留 原本的这个Spring的启动点 好 那下面我先放了一下 放了一个 就是节省一下 等一下打字时间 好 放了一个Controller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要带大家一起 把这个去查 把现在有什么Path 查出来 然后一起来建一个Path 然后接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部署到 Minitube里面 来看一下这三个东西 能不能正常运作 OK 好 那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Kubernetes的Java Client 你可以点第一个连接上来 在Kubernetes官方呢 其实它已经有提供 各种语言的Client 这些Library 那官方维护的 大概就是这一个 那如果是社群在维护的 大概是下面 那你其实你选择 用哪个都没有关系 那我个人就是 比较推荐这个 Fabrik 8 他们出的 那他们出了很多 这些Open Source 平台的一些整合 一些Library 那跟官方比起来 我个人比较喜欢 他们API开的风格 另外就是 他们的错误讯息 其实比较明确啦 如果真的发生错误 看它的讯息 跟看官方的讯息 你会比较容易 如果这个Fabrik 一写的内容 你会比较容易发现 你哪里设定错误 或是哪里做错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Fabrik呢 他们其实也有Support 的确我们蛮多客户 环境都是用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那可能还是只能 只能用这个Fabrik OK 好 那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 就是下面这一个 在这个Fabrik 开始写程式前 我们先学一下 它的起手势 首先还是要把 这个Client Default Kubernetes Client 拥起来 那这个拥起来以后呢 它就 它里面会去维护 它有一个Swap Pool 然后它有一些 Connection的Pool 所以 不要用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关掉 可能把它踹起来 把它关掉 那如果你今天 是用Spring Quarkus 这种 你可以把它设成一个 一个Beam 看你 那等一下我们 可能就简单拥起来 就好了 那它的操作 大概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 它很像我们实际上 在下这个Cube Control CubeCTL的一些语法 所以首先呢 因为你所有的Resource 一定在某一个API下 它可能会有一些Version 所以前面这两个 不一定会有 像Core API 可能像你的Pod 这种就不会有 这个API Group 那看你的 里面 你的Resource 没有Version 所以Resource一定有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Pod 跟Deploy 后面的Verb 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能去List它 你去Get它 好 那我们首先 就把这个New起来 所以 来到我们这个程式 好 好 好 接下来 那对比 我帮大家整理了 对比我们常见的 这些语法 如果你今天 平常如果我们常常去GatePod 然后我们指定某一个Namespace 换成它的写法 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Pod 就是Core Namespace 所以它没有API Group 你就直接Pod In什么Namespace 如果你今天要取得 就是CubeCTO里面有一个 All Namespace的缩写 我捡大A 那在这个Fabriks的里面 Library里面 它是用In Any Namespace 如果你今天要去查 某一个Deploy 你可能是用Nable去过滤 那这个Deployment是在Apps 这个API Group下 所以你就Apps Deployment WithLabel 把你的Label放进去 如果你今天 比如说你是去查这个Job 你可能是用名字指定 对它来讲 就是With什么Name 所以其实非常像 基本上你只要学 你平常你只要会左边这边 你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 右边你可能要怎么下 OK 好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 所以接下来 我们实际上 我现在这边准备了一个Path 等一下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把它 Sellate出来 然后实际上我们Coreate 也会Coreate 这个Path的内容而已 这个Path我带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用到的是 这个BG Box 这个Image 然后它启动了以后 它就只会印一行 Hello Deci Conference 台湾 等两秒 它就关掉了 那我也不要它Restart 所以它只会跑一次 OK 我们先把这个复制下来 我们实际上去仔细看看 OK 好 所以我们把它贴上来 实际上把它用这个Coreate 把它Coreate起来 所以它的确已经Coreate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确已经跑完了 因为我在等两秒 所以很快就结束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Log 它的Log的确如我们想象的 它就是印出来 所以首先我们的程式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Sellate到这个Path呢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照刚刚讲的 起手式 首先Path in Namespace 所以把Namespace放进去 那我们重点是 我们查到什么 我们就把它全部 全部印出来 因为我这个API 只需要一个Namespace的Input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List出来 那它有一个 它可以透过这个GetItems 全部Path 全部查出来 这个Path里面资讯非常多 那我们等一下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把它转成 我们几个我们要的资讯就好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先把Name印出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下面 开一个我们的物件 把Namespace也印一下好了 大概是这两个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就回传这一个 这个class数据就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建一个Constructor 因为我们刚刚上面丢的是 这个 这个 把它这个Selet到的Path丢进来 所以这个Selet到的这个Path 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 那 这两个资讯在哪里 我们可以回来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这个YAML 它都在Metadata的 这一个物件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 可以取到这个Path的名字 如果你的Namespace 也会在这个地方 可以取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Namespace 从Metadata取出来 然后Name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第一支API 大概已经完成了 所以也就是透过这个 Client 然后跟这个Path 去拿这个Resource 这个Path 然后在这个Namespace下 全部列出来 然后转成我们要的栏位 就好了 不要太多资讯 然后Collect 起来 我们时间上跑一下 OK 好 启动了 那我们打开这个SWOG UI 所以我们刚刚有设一个root 所以我们在8080上 打开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我们先开好了三个API 所以我们主要是透过下面这一个 我们刚刚已经先实作完的 所以我们查在Default Namespace下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拿到我们刚刚部署的这个Hello 这个Pod的资讯 OK 好 所以这样的API就可以去取得我们想要取得相关的这些Pod 好 那我们来做第二个 我们如何新增一个Pod 我先回到我头一边 新增Pod 它也有一个Path 这个Library 它的BuilderPath 大概是这样的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所有的Resource 它都提供了一个Builder 基本上它也是用LongBook来写的啦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Pod 就是Pod Builder 如果你是Service Builder 最后对你一个Build 中间的物件就是用New开头 With New什么 比如说刚刚Metadata With New Metadata 那下面第一个物件就是Spec With NewSpec 任何一个With就会对应给End 那中间的 如果你这物件中间的栏位呢 也是要是With开头 后面就直接接你的栏位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传进去 它的Pattern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回到我们上面这一张 我们把这一个因为我们现在要把这一个做出来 我们先把它截图 方便我们写成诗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下面来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在这边照着写 我们要在这边写成诗 所以我们的Resource是Pod 所以就是New一个Pod 所以对应Build 那中间呢 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With New Metadata 然后End Metadata 我们先做的是Metadata这一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Name设进去 With Name Name会从外面传进来嘛 所以我们把这个Name放进来 接下来我们要去设中间的Spec 那这个Spec呢 也是一样With NewSpec 然后依照它的Pattern 就会有一个NSpec 我把它稍微排一下板 可能比较清楚 那在这个With NewSpec下呢 我们要放的是Container嘛 这个Containers 然后呢 里面这个是Container的资讯嘛 所以 New一个Container Builder 它是另外一个Resource 然后Build 那在这个Container的过程中 一样 我们会放入它的名字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下面这个Array嘛 多比的Container 其中第一个Name 也是一样很Low 所以把名字放进去 然后Image 然后Image ForPolish If not consent WithCommand Command我怕我打错 所以我们用贴的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 这个投影片 我们把这些Command 贴下来 好 好 最后还有一个 RestorePolicy 它是外面这一层 跟Spec同一层 所以我们在这个Spec 这一层 我们加上这个RestorePolicy RestorePolicy Never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它好像就是让你一样 在写这个YAML 老实说 好像也没有多好写 Java这个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原本就熟悉 这个Givenitis的YAML 其实你在转成 这个东西 你在使用这个Fablish 的这个Library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 你应该是不太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你的Java 你就有能力 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判断 控制怎么传进去 而去影响实际上 你部署了这个Policy 的一些行为 好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建起来 所以就是我们的Pol 那我们就是要透过我们的那个刚刚的那个Client 把它部署进去 所以也是一样 Pol in namespace 然后 Create 把这个Pol create起来 OK 好 那 我们之后就 我来 我去看一下 好 这个Swag UI 重新整理一下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Post 这个Racebook API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Namespace Default 我们的Hello 2号 好 点进去 好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再来重新Gate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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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看一下 好 我们重开一下看看 好像刚刚打API Server都没收到 好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啦 所以看起来 好像刚刚没有建成功 我们再来建一次试试看看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错误的log 有了 有了 那好 刚刚可能也许它还没reload到 因为我刚刚 我是 我其实是用Spring的那个DefTool 去帮我们帮我reload的啦 不确定刚刚是是不是没有遗漏到 不过现在的确 我们正常的把它建起来了 好 那最后我们把这个Delete的也放上去 好 好 来Delete 好 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透过 Client Parts Innamespace Delete 好 那我们Delete什么 我们要用这个名字Delete吗 所以是 With 我们要的名字 去把它Delete它 但是因为 你传入的名字 的确有可能不存在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Delete 其实是回传一个步零 这个步零呢 就是告诉你 它有没有实际上 真的Delete到任何的resourc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步零也传回去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次它会不会基于LOG 那 我们把刚刚二号删掉 所以 Default 二号删掉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LOG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GET 好 我们重开看看 这次看起来有了 Return True 表示我这次应该是有Delete掉了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GET 好 你就看到 剩下一个 好 那我也可以再删一次 好 再执行一次 好 它 这次没有删到任何东西 OK 好 那我们程式部分大概写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部署了 好 回到我们投影片 好 好 部署呢 我留了两个语法啦 上面这个是Gib的 下面是Spring Boot 看你要用哪一个 如果你想要在家里自己try 都可以 好 那我们把它加下去 好 那我们等一下要透过部署到Gibonetist 然后这个我们先关掉 好 好 它在跑的过程中 我们继续往下 时间可能有点不够 好 所以我这边准备了一个deployment 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等一下部署完 我的image呢 我刚刚上一页 我image name 反正我就先固定 给了一个demo 随便给一个take 1.0.0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会把这个deployment 部署到这个miniTube中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建议的deployment 起来 好 然后把它贴上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apply到我们这个miniTube中 OK 好 包完了 包完了后 我们这个image现在叫demo 1.0.0 好 所以我们把它apply进去 deployment apply进去 好 所以它已经开始跑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pod 有了两个 这个demo大概我们最开始的啦 所以它完成了 它还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demo是相关的 就是刚刚我们测试的这个running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port开出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还是一样 我们会重新整理 然后点到这个里面 好 去那边去list我们的pod一下 好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 好 现在呢 这一个swag UI 已经是这一个miniTube里面的这一个pod提供的 好 这边有看到我刚刚重新整理 其实我就连线连进去了 好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list一下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实务上你在loco测得好好的 可是为什么一放到这个kubernetes里面呢 它就跟你说 报错了 其实它这边呢 barbic它也写得真的蛮清楚的 它直接跟你说 你现在呢 你用的这一个user 你不能去使用这一个pod这个namespace 不是这个resource 然后在这个namespace下 因为你的权限不够 好 那怎么来设权限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投影片 在任何人 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comment 或是我们里面的app 我们要跟apiserver沟通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权限管理 这个权限管理呢 大概是这样子成绩 那在kubernetes里面呢 它的subject有分这几类 这个有分群组使用者 或是service account service account呢 就是给我们服务 给我们城市用的啦 这是所以我们首先呢 我们会有上面这个群组 我们等一下会用最右边的 这个service account 然后我们的api呢 或是我们的resource呢 我们会有一个raw 或是clusterraw 看你是raw就是在绑定 某一个namespace clusterraw就是属于cluster等级的 就是它可以使用任何的namespace 所以你会有一个raw 这个raw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在绑定什么样的resource 可以做怎样的操作 它在绑下面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raw跟上面这个subject 会透过一个叫做raw binding 一样 它如果是cluster等级的 就是clusterraw binding 会透过一个binding 去把上面这两个东西绑定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东西绑进去 那下一个service account 跟那些都绑好了以后 我们要把service account 提供给我们的app使用 那kubernetes在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token 建在这个下面这个路径里面 那其实我们用的这个fabric8 这个library呢 它default啦 它有好几个等级 它会先去看一下你的system 看一下你的environment 里面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api server的url 或是你用你的一些权限的一些设定 那接下来它会去查一下你的电脑的 就是你的那个home下面 .cube里面的这些config的设定 那最后它会来看 来找这一个位置的设定 这是它有一个顺序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呢 你部署在这个k8s里面呢 k8s把这个service account 圈在这个目录下 这个fabric 它就会发现 它就会自己读进来 它就会使用这个权限 去跟kpi server沟通 所以它 我们等一下如果设的正确啦 基本上它就不会再有 刚刚那个权限问题 那我在这边也准备了一套 大家比较常用的啦 就是大概是这几个设定 首先我们 我们有一个service account 然后我们在这个namespace下 那我准备两个是clusterraw 跟clusterraw白顶 所以在raw里面呢 我们会去绑定我们的resource 我们resource这一次呢 就是pod 那其实我原本 还有准备一个event 但是因为我刚刚发现 时间可能不太够 所以我暂时先把event这个跳掉 如果等一下还有时间 我们再来讲 所以可能我们会需要 这两个raw里面的 这些操作的resource的设定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finding 把这一个raw跟这个subject 就是上面的service count绑起来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在这边 再建一个这个file 我们就parback 然后我们就把它贴上 那我们贴上了以后呢 我们等一下会把它apply嘛 apply以后我们要把它提供给 这一个deployment 所以我们deployment 等一下也要再重新设定 重新apply一次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指定我们这一个 要使用的是demo service account OK 好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再去把这两个apply上去 OK 所以你会看到 下面这三个新的东西 被建起来了 第一个demo 重新被raw里 就是重新它会重开 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异动 所以12秒前它在重开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点进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去看一下 这个default OK 那我们成功的select回来了 因为我们是看part 所以包含自己嘛 还有这个hello 甚至我们可以把自己kill掉 所以我们把 我们到delete来 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权限 就是可以kill 这些part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贴上去 我们把自己kill掉 然后tru了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 这个server就挂了 好 所以这时候它也连不到了 它又重开了 等它重开 OK 这个demo大概到这边 大概还分享几个 大家可能会常见的啦 最常见的可能大概是 大概是这个listen 因为我们可能 因为我们可能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我们可能会去listen 一个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时间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用listen 我大概用这边做个范例 如果你今天要用listen的话 你可能会在spring 在启动 application ready的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 那看你要listen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要listen parts 所以一样嘛 我在可能任何一个namespace 那对它来讲 它是用watch 所以我可以在里面 放一个watch 那我就可以在 收到任何event的时候 比如说你 有人部署一个part 它开始开 到它开起来 中间大概有好几个event 大概三四个event以上 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些event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listen也是我们常用的 那刚刚有提到的像event 今天大概也来不及讲 我会再把它完成 把这些范例打完 然后才放到这个server上 就是github上面 那如果你今天要看一些event 你也可以透过event 大概好 D1吧 透过这个D1 event去取 所以你就可以去取到 跟这个part有关的 因为这个大概是帮助我们 debug的过程 有的时候part在开的过程中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今天的log 你应该不会从这个地方输出 应该不需要啦 因为你的cluster 你的平台环境 本来就应该有一个 收集log的模式 比如说你原本是用efk 那你还是一样在efk上面 去收集看你的log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需要看这个 describepart describepart event 看它的event的一些状态 你可以透过这个event 去查到这个part 相关的一些资讯 OK 好 好 我们还有四分钟 差不多也结束了 好 所以 统整一下今天所有的东西 右边这个QR code 就是我这一个装 等一下我会把sauce code 整理一下 全部推到这个repart 3上面 如果有兴趣的 就可以到这边去看 这些完整 包含刚刚的这些demo程式 还有刚刚还有两个watch 还有这个event的相关的程式 我都会全部推上去 那我们recap一下 今天大概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这个基本的一些 Kubernetes API server的一个架构 然后我们demo 我们如何去assess Kubernetes API 我们用的这个library 就是这个fabrik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比较喜欢的风格 虽然说写起来 还的确是有点农场 但是我在刚开始用的时候 基本上我试着以 我怎么样使用 这个kubectl command的 这些语法 我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 它的API的一些设计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其实入门 或者是去熟悉它的过程中 其实是相对的 门槛稍微低一点 那第三 接下来第三个 实务上我们在部署到 任何一个实际上的 一个Kubernetes环境 一定有一些权限控管 尤其是客户啊 或是一些production啊 或是任何的都有 所以我们有demo一下 怎么去控制这些权限 最后一个就是 我刚刚提到的 Source Code 右边这个连接 大家都会分享给大家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